我们迷在六道里头 真我没有了 把这个身当做 假的 所以什么时候你 你把我找到了 这中门里头 有一句话头叫 父母未生前 奔来灭目 那是什么 那是自信 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就把我找回来了 有母 有长 长是什么呢 不生不灭 有乐 乐是什么呢 乐是 永远没有苦 叫做乐 乐不是狂欢 不是很喜欢 不是这个意思 习怒哀乐 爱无欲 就叫 气情 气情 无欲 都是苦 所以佛法的乐 它不是相对的 不是跟苦 不是跟苦对立 有个乐 你欢乐 它痛苦 不是的 佛家 佛家里头 在佛家里头讲的 欢乐也是苦 欢乐是什么 叫坏苦 它不能永远保持 那是很短暂的 一刹那了 让你兴奋一下了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吸毒 那打马飞 兴奋一下 那个乐不能算是乐 那是苦 那是乐 那一阵兴奋 后面 苦不开 佛家 我们说的这些话 我们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一点都不错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佛家讲的乐 利苦就是乐 七情无欲是苦 身劳病死是苦 迷惑颠倒是苦 那佛说的这些意思 我们要细细去体会 我们才在里面 能得真实的受用 那末后和近 亲近 亲近是乐 令人上佛说 静寂光通 静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开了 豁然打我 那个打我说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在讲习里头 常常用的六个字 一切法的心 一切法的心 想 离 似 因 苦 全都明白了 这个真明了 是乐 所以佛家讲的 法习充满 孔子也说 虚二十息之 不宜悦乎 这个喜悦不是从外来的 这个喜悦是明了 对于一切法的真相 明白了 产生的乐 这是从内向外发的 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这真乐 凡夫这个乐 都是受外面刺激 所以那个乐不是真的 从自信里面发出来的 这是信德 信德的流露 真的 永恒的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 需要长生欢喜心 直接用功 现在呢 我们迷在六道里头 真我没有了 把这个生 当作 假的 生我们做不了主啊 一年一年 衰老了 时间过得太快 我记得 我到这个 香港来讲经的那一年 1977年 好像那一年 我是五十岁 老同修在一块 有时候谈起来啊 三十多年前的 十多同餐道友 都不在了 转眼之间呢 一谈指啊 人就老了 这就是什么 这次做不了主啊 那这就是不自在啊 依照佛的定义来说 这么无火 所以这是个假的 佛门里面 祖师大德常讲 借假修真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个话讲得太好了 我们到这个时间来 怎么来的 夜报来的 以前造了些善业 善业语言 国报就显起 到人道里面来投胎 这是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造的是什么 中平是什么 说武界 或者说中国儒家的武伦 都讲得通 武伦是人一离之心 过去生当中 很认真地学习 做得还不错 这就是六道里头 得人生的夜音 我们每一个人得人生 过去夜音相同啊 那照理说 应该是一事比一事 要向上提升 才对啊 这才是个正理啊 这也就是 古人所讲的 这中国人 人之初心本善 这个善呢 善无的善 你过去曾经修的善音啊 你这一生得成善了 那么你这一生 再继续修善了 不难啊 不是难死 那从人到提升 到天到 到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都有可能 总在欲言不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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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